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orm 表单 包含表单元素的区域 表单中可以有1.文本域 2.下拉列表 3.单选框 4.副选框 等等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表单标签 数标签Input是多数情况下被用到的 表单标签是由数类型属性Type定义的 例如Input标签中数类型是Password 变量基础量 Name我们给它定义为Pass 数的数据也就是具体量Value 我们给它写入1234 一个表单标签输入标签也就做好了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NotePad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保存 我们起名为NewR 保存类型为HTML 首先我们打入HTML标签 关闭它 接着是Body标签 关闭Body标签 然后是Input标签 在Input标签中我们的输入类型 App我们定义为Password Name也就是变量 我们定义为Password Value初始量 我们定义为123 用斜杠再加尖括号来关闭Input标签 保存一下 在谷歌浏览器中运行它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一个密码标签 也就是输入的标签 输入类型为Password的一个标签 就做好了 其中我们的这个密码123 是不可见的 因为作为密码 是不希望被别人看到的 然后当我们进入1000 新的密码的时候 它就会在这个框里面显示出来 那么好 我们继续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文本域 也就是TextField 当用户要在表单中 建入字母数字等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到文本域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同样是Input这个表单标签 我们在里面的属性改为Text 也就是Type等于 两个冒号Text 我们下面有一个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到 是First Name and Last Name 我们来进行一下演示 我们切回到Notepad 我们在Body部分 继续往下写 我们写入 Form 然后是关闭Form 因为我们写的是 第一个是写First Name 我们在这边写到First Name 等于 然后我们在里面写到Input Tap等于Text 后面写上Name Name我们给它定为First Name 然后关闭它 然后关闭它 然后是Last Name 同样 Input 我们让Tap等于Text Name 我们起为Last Name 然后我们进行一下保存 在我们的Google Chrome 我们刷新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到 是第一行是First Name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加入 比如加入我的名字 Sung 然后Last Name Yang 我们所谓的文本语 就这样生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单选按钮 也就是Radio Button 当用户从若干给定的选择中 选取其一的时候 就会用到了单选框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我们下面的这个例子 是从男性和女性两个按钮中 选取其中之一 我们用到了Input 输入类型 Tap等于Radio 单选按钮的一大特点是 我们Name属性 是一样的 也就是 我们 看到这个男性按钮 的Name属性 我们让它等于Sex 那么女性 这个按钮 属性 我们Name 也让它等于Sex 这样就可以保证 在这两个按钮之间 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 我们输入斜杠BR 为了给我们的这个标签换行 我们输入 Input Type等于Radio Name等于Sex 性别 Value等于Mail 我们用 我们用 斜杠加监控号 来给它关闭 我们在后面加入一个文本 也就是一个文字段 Mail 做一下换行 用斜杠BR 我们接着输入 Input Type等于Radio Name Name 等于Sex Value 等于Femail 关闭 加入一个文字段 Femail 保存 我们在谷歌浏览器中运行 大家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就会出现两个按钮 一个是Mail 一个是Femail 因为我们加入了斜杠BR 做了换行 所以说它是在不同行 我们点选Mail 或者Femail 可以看到 我们只可以在这两个按钮 选选其中之一个 因为 性别 你只可能是男性 或是女性 下面我们要说一下副选框 当用户需要从若干给定的选择中 选择一个 或者是选择若干项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到复选框 我们复选框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 我们的这个Name的地方 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 我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首先我们切回到Notepad 我们同样 在刚才单选框的基础上 给它做一下换行 我们加入Input 类型 类型 复选框的类型是 checkbox Name的地方 首先 我Name给它定义为 比如说自行车 back 嗯 后面我们加入 I have a back 我们这一块给它关闭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下换行 我们在下一个复选框里面写入 Input tap 等于 checkbox Name的地方 我们写入 嗯 Car 关闭 然后 我们这写入 I have a car 然后我们从 嗯 我们进行下保存 打开换行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两个 正方形的 嗯 框里面写入 第一个是I have a back 第二个是I have a car 如果说我们 只有自行车的话 我们就选入 我有只有自行车 如果说我有自行车 并且还有 汽车的话 我们这两个根都可以打上 这就是单选框跟副选框的区别 单选框只可以选一个 副选框的话 可以一个不选 可以选一个 也可以选多个 来介绍一下选择列表 选择列表标签有 第一select 下拉列表标签 二optgroup 选择组标签 三option 也就是下拉列表中选项的标签 接下来我们这有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黑体 code 这个就是我们定义的 opt标签 其中code下面这两个选项 就是option标签所定义的 那么我们做一下示范 在这里我已经给大家做好了 一个下拉列表的标签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select 是我们的这个下拉列表标签 optgroup 这个是选项组标签 其中第一个我们定义了 label 也就是这个optgroup 第一组我们的标签名是swedish car 也就是瑞典车 其中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沃尔沃 第二个是赛博 这两个都是瑞典车 然后我们关闭这个选择组 在第二个选项组中我们加入了label 是German cars 德国车 其中两个option标签 我们加入了梅赛德斯和奥迪 这两款车 然后我们关闭这个选项组 最后我们再关闭select 我们进行保存 然后运行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选择列表就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网页上 其中第一组是swedish car 瑞典车 其中我们可以选择沃尔沃 或者是赛博 来介绍一下多行文本域 text area 多行文本域和文本域的区别是 多行文本域 它其中的文本域有很多行 而文本域只可以有一行 多行文本域的属性 我们加入了columns and rules 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例子 在标签text area中 我们加入了column 列25列 Rules 10行 name等于command 也就是我们用作评论 我们在 后面我们加入了put your text here 也就是初始文本 当我们 打开页面的时候 就会显示在这个多行文文域中 有put your text here 这个初始文本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notepad 我们同样做一下斜杠BR换行 我们打入text error 我们定义它的列为实列 同样 同样我们这个rows这个属性 我们定义为实行 name 我们定义为commands 也就是评论 也就是评论 我们加入文段 put your text here 初始文本 初始文本 最后我们关闭text error 保存 保存 我们在谷歌浏览器中运行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实行实列的这个 多行文文域就在这边生成了 我们可以把初始文本删去 我们加入自己想加的东西 好 多行文文域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来介绍一下 其他的一些元素 第一 Fullset 标签 Fullset 元素 可以将表单内的相关元素分组 Fullset 标签 将表单内容的一部分打包 生成一组相关表单的字段 第二 Legend 标签 Legend 标签 为Fullset 元素定义标题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里我已经将代码断 提前打好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 在谷歌浏览器中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两个 last name和first name 两个文文语 跟其他的标签 做了很明显的一个分隔 用这个 Fullset 标签 加了一个 外面加了一个框 而我们用Legend 标签 给它定义了一个叫Information的标题 Fullset和Legend的标签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总结 今天我们讲到了HTML form的一些标签 还有form标签的功能和用法 课后作业 我们制作一个网页如下图 我们在Fullset这个表单标签中 我们加入了三个文本语 还有性别我们是要用单选按钮 工作我们是要用下拉菜单 在这个组合表单之外 我们要新建一个评论 这个评论我们用到了多选 多行文本语 接下来我们要用一个复选框 来提交 我给大家留了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需要大家自己去网上查一下 如何我们来设计按钮 第一个是发送按钮 第二个是重置按钮 下一章我们将讲到 一,什么是CSS 二,CSS的一些语法 三,CSS中的一些修饰属性 那么这次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